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兄弟联 十分钟加油系列课程时间 我是威哥 威哥在手,天下我有 大家好,我是小白 今天是我们这个加油系列课程的第十讲 我们来为大家一起介绍一下 这个加油程序的这个反编译 反编译,对 威哥这个反编译又是什么 是这样 小白你还记得吗 我们在写这个Hello World的时候 我们写了一个这个加油文件 对吧 这是我们叫加油的原代码文件 是吧 对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原代码文件 通过Java C这个命令 然后编译成class文件 直接码文件 对吧 这个过程我们叫什么 编译 叫编译是吧 叫编译 这个过程 好,那么我们反编译的意思就是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编译过以后的class文件 重新还原成Java原代码文件 明白了吗 这个过程就称为反编译了 反过来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时候需要反过来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些原文件编译以后就class文件 我们是打开来看是看不到里面的这个原代码的 是吧 对对 可能是显示了一些乱码对吧 好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想去看它原代码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反编译了 这样一个工具 去查看它的这个代码 结构 是这样的 明白了吧 明白了 OK 那我们现在为大家介绍了这个反编译工具啊 这个工具呢 叫这个C-A-V-A-J Java Decomplete C-A-V-A-J 对 看着怎么这么别扭啊 看着挺挺眼熟是吧 哎 你看啊 倒过来念是不是就是啊 倒过来念是什么 Java C Java C 对 Java C就是一个编译命令嘛 对吧 他倒过来就反编译 哎 就反编译的意思了啊 那么这是一款呢 这个 图形界面的一个免费的啊 一个一个一个反编译工具啊 一个工具 那么它呢 就是可以从我们这个字节码里面呢 可以从呢 反编译出这个原代码出来啊 从一起解释相当于是 是这样的 OK 他支持这个 我们说这里有这个 JAR这个文件 未来我们可以把这个 很多个class文件呢 可以打包成这个JAR文件 是吧 就架文件实际上就是一个压缩包 OK 还有ZIP文件呢 这些他也都可能直接就可以进行编译 进行反编译 OK 那这是一个Windows上的一个应用程序啊 OK 应用程序 说没有安装Java呢 也可以正常使用 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工具软件嘛 对吧 就像一个工具软件一样 OK 好 那这里呢 我是给大家提供了这个 这个叫CAVAJ的这样一个反编译工具的一个下载地址 那下载地址是 这里给了两个啊 因为这个网站本呢 它是一个一个国外的一款这个呃 一个反编译工具啊 所以呢 它有一个英文网站啊 同时它有又有一个中文的一个网站 OK 好 那我们如果打开这个网站啊 我们我这里提前先打开了啊 我们打开这个英文网站 哎 它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是不是CAVAJJava这个dcomplete这个这样一个下载对吧 你就可以从这儿去进行下载了 OK 那么在中文网站里面呢 同样它也有这个这个下载这样一个按钮是吧 哎 这非常方便啊 非常方便 当然这下载下来它都是英文版本的啊 啊 都是英文版 不是说中文 呃 这个这个里面下来就是中文啊 还是软件还是同一个啊 是就是英文的 把这个界面操作比较简单啊 比较简单 OK 那我这儿呢 我是提前呢 先这个呃 提前做了一个下载 OK 好 我就不给他下载了啊 这个软件特别小 啊下载完了以后呢 呃 现在我们一起来安装 然后测试一下 好吧 好 OK 看我们如何进行反编译的 对吧 好 OK 好 呃 那么把这个压收文件呢 我们就解压啊 解压完以后就是叫呃 CVJ这个目录 对不对 哎 我们就进到这个目录 我也提前解压好了啊 解压好了 然后呢 我们需要安装一下 哎 我们单双击这个setup 对吧 嗯 然后进行安装 哎 我这里 嗯 报了一个错误 我们看一下啊 再安装一下 OK 哎 现在进入我们安装界面 是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再下一步 好 yes 然后呢 选择一个安装路径 是吧 哎 我这呢 我是习惯于 你叫地盘software 哎 我都记住了 我们特技术了是吧 地盘software啊 是吧 software ok 然后叫cvjjava啊 d compare是吧 嗯 ok 创建分键 枪下一步 这就跟安装一个小软件一样 ok 安装完毕了是吧 嗯好 那我们软件安装完毕以后呢 我们就 呃 我们可以进入这个 我的这个software目录是吧 software目录 是不是看到这个安装的这个目录了 嗯 我们进去打开 是吧 嗯 打开 OK 打开这个以后呢 这边会有一个可执行的一个cvj的ese文件是吧 嗯 这就是我们这个打开界面的一个文件了 我们双击它 好 双击它以后呢 我们是不是看到一个窗口啊 对不对 是 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窗口了 那么在这个窗口里面呢 呃 我们就可以导入我们相应的这个 呃 相应的这个 呃 class文件了 嗯 诶 我们前面已经编写过一个 呃 Hello World 对 这个文件是吧 而且已经把它 编译过 对 是不是 把它编译过class文件 诶我们就选择这个文件吧 好 好吧 我们来反编译一下 OK 好 那我们就单击从这儿 file里面呢 你可以呃 用呃 我们就可以呃打开是吧 对 打开open 这里这里也是open的意思是吧 open open什么呢 这边open呢 我们可以选择啊 选择我们在 呃 原代码啊 原代码code的里边的 这个009里面 有吧 嗯 009里面 我们刚才编译过了 是吧 上一上一上一节里面的 这个class文件 我们直接怎么样 打开 对吧 哎 直接打开 这就 这就打开了 是吧 嗯 就可以打开它的这个 这个代码了 嗯 反编译过的这个代码 OK OK 哎 就这样 就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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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 哎 你看 反编译 编译以后 跟我们这个 呃 这个运行写的代码不是完全一样 是不是 是 对吧 你能看出来吧 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这个主体上的这个结构是一样的 对吧 对 是一样的啊 哎 我们看这个中文 我们编译出来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叫 呃 叫 unicode的这个编码的吧 是另外一种编码 这是我们写的说是小白吧 对 对不对 小白啊 这是它是翻译成这个另外一种编码的一个表示格式 OK 表示格式 后面我们会讲解这个这种这种编码 啊 好 那么主体上的这个这个代码呢 是可以呃 完全是可以 看清楚的是吧 就可以看懂了 OK 好 这就是这个呃 利用这个软件呢 把我们的class文件啊 还原成这个呃 原代码 这一样一个过程 哎 明白了吧 哎 因为你说我要是拿到就是说呃 软件的那个class文件啊 嗯 我是不是又能把他反反编译过来 然后看他的原代码 就能看他怎么实现 哎 对对对对 是可以的啊 完全是可以的 呃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这个问题啊 有问题是呃 通常形状下啊 因为加瓦是他是属于开源的这个呃 产品对吧 对对对 所以呢 他秉着这个开源免呃 开源的这个这样一个原则啊 一个原则呢 基本上呢 我们这个呃都是按正常的方式去编译的这个这个我们的程序都是可以反编译的啊 啊但是呢有一些这个企业级用于商业目的的一些写的一些程序写了一些软件对吧哎那么他呢就往往呢就可能呃不希望呃被别人拿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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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以后呢进行反编译对吧他里面可能呢有一些机密是吧哎不愿意公开是商业性质的对吧或者竞争对手啊这个等等不让他看是吧这样的方式那这个呢呃呃呃他会利用什么呢会在编译的那是吧 在编译期间会利用一个叫啊我们叫这个这个编译的一个混淆器混淆对混淆器混淆是是指什么呢哎混淆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把原代码呢呃呃呃就比如说做一些精简是吧比如说一个定义的变量啊用一些符号来进行代替是吧来代替这样的方式呢运行的结果是一样的啊只不过用这个把代码已经混淆过以后编译以后呢就你就反编译不过来了啊 哦哎你反编译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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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码或者反编译不到的地方然后这就是呃可以让你在反编译以后看代码呢就不是那么呃呃呃清晰不那么清楚就有的地方呢你可能是呃反应呃跟原来写的这个代码是不一样的哦哎就完全就是呃把它的意思呢就呃就会有会曲曲解曲解它整个的意思哎他就用这种手段呢就可以来防止 防止啊某些软件呢在呃被反编译的就是呃加大反编译的这个难度吧哦哎就这个意思所以说有这个专门有这样的一个混混淆器啊加化混淆器就这样的工具哦哎是这样的也就是正常编译的我们我们可以给它反编译过来看到原代码哎对对对对对混淆过的呢就就相对来说更麻烦一些更麻烦更麻烦理论上的也能进行反编译啊 哦哎就这样的啊可能呢加加大的你这个反编译的难度或者说啊或者说有时候呢反编出来的东西呢可能不是你想要的哦哎就这样大家这里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了解哦哎就可以了好吧哎就这个意思嗯好呃那我们这个反编这个工具呢呃给大家就是建立这样一个反编译这样一个概念是吧哎可以把这个卡拉的文件呢是可以还原到原代码的哦哎这样一个过程 OKOK好呃那我们这一节里面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个呃反编译工具就呃到这里谢谢大家威哥在手天下我有下期再见